繼續來關心有關選議方面的消息 各議官副管長有五方便 一前提出民進黨定期參選各議管長 並且提出實情是去副管長 民進黨各議管長部主委任目規支持 五方便實質也不配準 照常利用公家主管走行程 讓他進受實質 管長調法官受訪表示 他的小腿骨來敗開 離犯到蜂窩性組織研和支氣管發言 連行路都有問題 各議官收到嚴重的追責 他認為我現在需要付出 民進黨各議管長部主委任目規說 五方便現在在公布請走行程 請他依照行程 請他依照行路實質 講話算話 也留下一個好的古典 一旦記錄 電話館第一次參選管長的時 曾經四條立委 國民黨新北市長好選人好友宜 四條副管長 建議電話館總選如流 尊五方便實質 說信助承諾 是不是這樣 不然你現在 還有一方面做副管長 坐公布車 吃公開油 用公開支援去做 從事你進行的活動 對其他的效果 這是不公平 五方便實說 他有先修行路 定期前先公開開董 定期後 拿市庭市副管長 他說 民進黨有這麼多人為期參選 黨要檢討 心中也要有人民 他也奉使民進黨變成 尊重強控修組 那有這麼多人為危機來參選 我想 黨裡面可能也要做相關上的一個檢討 那我們心中還是要有人民 那民進黨DPP或許英港 好像看起來目前也有點像是 這個DEEPLY PANIC PANELIST 也就是有點深度的恐慌的小組 電話館說 嘉義館823大河造成檢討會再開 他有個破壁不可怕路 現在這個時間 很多事情需要有付出 我連走路都有問題 很多事情是需要有一個副手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是 時間是確實是不拖 那參選代職參選 法令並沒有說不可以 但是他主委如果每天都要講這個話 那他不如每天跟蹤吳芳明 看看他有沒有代職去利用公家的資源 去講證件去拉選票 這個還比較重要一點 那他送出來我本來就要 就要再選一個副縣長 只是一時之間還沒有覺得 可以取代他的人這樣子 聽起來我聽起來好像是 他很想當副縣長 如果想當副縣長不應該開記者 他應該私底下來拜託我 電話館說 代職參選在法令上並沒有復合 沒有規定五方便不可以代職參選 他請連目規每天緊張五方便 換一口用公家資源來遭選舉 最近新聞 鄉來信 嘉義官 蔡宏布登 我請問我來